小视频跟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我们冬天需要一件格子的衬衫 因为像格子衬衫 它本身就是自带亮点的 所以当冬天大家穿得很沉闷 或一山黑的时候 我们这个格子衬衫一套 就可以让我们的搭配自带亮点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冬天 就是一个内搭再加一个大衣 那其实这个搭配是完全完全不出错的 但如果我们希望 在我们搭配上面多加一个亮点的话 要么就是配饰 要么就是印花的一件衣服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想要让自己保暖一点的话 其实我是会建议大家 就是搭一个格子衬衫 它是一个印花感 所以我们记得把我们的领子给它翻出来 袖口给它稍微调整一下 完之后再穿完之后 我们即便不需要增加多余的配饰 但你看我们搭配是不是有层次感 好的 那现在大家已经理解了 就是格子衬衫 但我们搭配上面的重要性 那像这种格子的衬衫 我们还能怎么做叠穿呢 那比如说在我们还没有到冬天的季节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我们就是天有点微微冷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面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种衬衫 当成一个小外套 里面的内搭可以跟我们的格子衬衫一样 保持同的颜色 反正我下万眼直接套这个外套 下半身的颜色可以比上半身 是会在深移度 但一样是在这个色块里面 然后如果我们想写的利落一点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个衬衫 塞到铺子里面去 然后拿一个有一点偏 徐宗调的洞包 你看这三个颜色搭在徐宗调很好看 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衬衫当成一个内搭 然后下半身直接搭一个牛仔裤 你看这三个色板 所以依旧也很好看 其实我现在在一个就是基础色的毛衣上面 加了这个衬衫的话 因为明显的感觉 我们在穿搭上面 它有颜色的过度 以及有穿搭的细节 即便是我今天就搭了一个牛仔裤 也会让大家觉得说 我今天是有精心打扮过的 并且我觉得这种穿搭比较显年轻 另外一个造型是今年比较流行的那种 有一点点俏皮的感觉 就如果天气不是特别冷 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格子的衬衫 跟一个马甲黏在一起 完之后下半身搭一个同色系的短裤 这个造型穿上去也很好看 这个造型 是不是很舒服 我们这种格子的衬衫 因为它相对来说面料比较厚续一点 不是那种特别软趴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 如果想让自己的风格 往比较俏皮的感觉走 就可以跟这种马甲搭在一起 那马甲的颜色 只要跟我们的格子衬衫 是一个相近色就OK 然后下半身 我们可以搭任意颜色的短裤 但我就搭了一个就是皮质感的短裤 会让自己身的感觉会更徐毛一点 但因为它本身都同个颜色嘛 然后包括我就选了一个重色 就想说跟我们的这个格子 可以呼应在一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